当地时间4月11日下午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哈佛大学发表闭门演讲 提及自己赢得高雄市长选举的原因 他不认为有所谓的寒流 韩国瑜表示 台湾人民已经受够了政客的空口白话 期待有不一样的人 在台湾中选举的选举台湾 在台湾中选举台湾中选举的选举台湾 除了,人们说 我单手选举台湾中选举台湾 这些维争举台湾中选举台湾中选举台湾 我认为非常好 我认为我所谓的名称举台湾 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民主的 演讲中韩国瑜还痛批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让台湾民众失望 而且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他认为九二共识切实可行 国民党执政八年期间 正因为承认九二共识 大陆与台湾保持互动 那 Entscheid members 为一 än 小秦托在台湾中选举台湾中选举台区 尔通前沉举台湾存量 韩国瑜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重要性 呼吁蔡英文当局维护两岸和平 确保台湾经济发展 她表示截至目前蔡英文当局 在这方面显得相当空洞 她强调必须承担维持台海和平的责任 台湾人民才能生活在民主繁荣之中 韩国瑜于当地时间4月10日上午率团抵达美国访问 他此行除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还将访问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 参访多家企业并出席招商座谈会 预计于17日结束此次访问